你們今天打算買什麼東西 我今天要買帽T 然後手燈的提箱跟貼紙 然後還要幫朋友買T恤 會不會覺得很辛苦 不會 我覺得蠻值得的 我可以買到自己喜歡的東西 也可以看到我喜歡的偶像 你大概是昨天 晚上11點 11點 對 是不是因為 有看到 昨天的新聞 對對對 它是凌晨12點 所以你就特地提前 找一個小時 大家看到新聞應該想說 我也要早一點來 但是你在這邊過夜 有沒有準備一些小東西 還是你有幾點 沒有 餓了就叫Uber這樣 是不是幫你送到你面前 喔沒有 他們要自己走下去哪 那你這個位置怎麼辦 大家都知道 他們人很好 我有行他們幫我顧 對 他們也只玩我們 也只玩五分鐘而已 玩五分鐘 對啊 我朋友還在上班 他下班就會過來 你們今天打算買什麼東西 我今天要買帽T 然後手燈的提箱 跟貼紙 然後還要幫朋友買T恤 會不會覺得很辛苦 不會 我覺得蠻值得的 我可以買到自己喜歡的東西 也可以看到我喜歡的偶像 怎麼會想說 有些東西在貨紋買比較快 比較忙 你現在要不要拍的 人生走出要有一次初體驗 對啊 因為我也沒有排過像這樣子的隊伍 你幾點過來的 昨天嗎 早上啊 在這邊等啊 然後就是本來要買周邊 那時候太晚了 所以比較多人 所以想說今天就是 看完之後就在這邊等 然後 今天早上就是買周邊這樣 所以你昨天看完大概幾點啊 昨天看完十點那邊啊 過包含散場這樣出來這樣 你昨天是大概幾點來 所以沒有買到 所以才會想說要停在 快下午了 快下 對啊 三點多 對啊 我以為有票 因為一開始我以為是有票 然後進去一下裡面賣周邊 後面朋友才跟我說 是十點這邊 外面就有賣 突然來不及 想說那算了明天再來 因為他們是每天的量 不是說今天賣完 明天就沒有 他們說每天固定的量這樣 所以等於你是在那邊等一個晚上 對 那今天主要想要買什麼東西 主要是買衣服 跟那個手燈那些的 他好像整個 一個人整個買一樣吧 好像喔 我不知道上面有寫 但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多買 如果可以多買我朋友 是有請我幫忙買衣服 那追著他們請 其實 也沒有說追很久啦 就是 那時候看陸眾 青春有你的時候 看到Lisa後車 發現她跳舞很厲害後車 就一直追Lisa這樣